主席 各位大家早 是不是我們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讓他喝水喝完 院長 我們這一波疫情情勢非常的險峻 那我們都知道說 像台股來講 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今年的外資已經賣超4000億了 現在的菲律賓宣布了一個重大的政策 他們把股市、匯市和債市市場 所有的金融交易都無限期的停止 那我不是要談這個 我要談的其實就是說 其實這個這麼險峻的情勢之下 對勞工的衝擊相當相當的大 對資方的衝擊也相當相當的大 那在這種狀況裡面呢 受疫情衝擊的最嚴重 初期 大概就是批發零售 還有住宿餐飲業 還有所謂的觀光旅館業等等 那你來看其實這些從業人員 他們因為減班減薪的勞工呢 我們要談的就是說 這些就業安定措施 真的有涵蓋他們 這個安全網真的能夠接住他們嗎 那首先 我現在跟你分享就是說 你看住宿餐飲業 它的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它的平均薪資是25,988 到去年為止的統計 其實它的技術勞工 它是2萬2更低 但我們就以25,988為例 依照這些減班減薪勞工的 投保薪資你來看 我們現在就業安定措施呢 事實上對於投保急劇 如果是用最高的45,800來計算的話 這個安定措施說 你要給它基本薪資 然後我們再補差額 投保差額的一半 其實是接得住的 接得起來的 但是呢 如果以住宿餐飲業 還有服務銷售人員工作 這個月平均薪資 我們用高一點25,988來算 然後平均一天的薪資是866 如果它一個禮拜多休息一天不上班 事實上它薪水會落在22522 如果一個禮拜停止兩天上班 那它的薪水會掉到19,058 那事實上 在這種狀況裡面 你叫僱主來通報無薪假 那僱主顯然他就必須要 比他這個實際薪資還要再增加更多 所以僱主會變成他不願意通報 會形成通報的黑數 那所以呢 我們這個安全網就沒有用了 因為他也不願意通報 所以在這種狀況裡面 到底是能不能銜接他們 我跟部長溝通過很多次 那部長也說你說一個禮拜以內 要提出一個方法 有一個好的政策 可以對於這種低薪薪資貼近在基本工資的 這一些受僱者 如果遇到這個減班減薪 那他們要怎麼樣才能 要綁得住他們 讓僱主有通報的意願 然後僱主又不違法 所以在這種狀況裡面 部長你想出來了沒 院長 我們是不是其實應該要更需要接住了是這一群人 因為他是最弱勢 他本來的薪水就無管了 這樣怎麼這樣 去減之後又不敢通報 我們總不能說你自己去跟老闆說 你老闆你不給我基本薪資 老闆你是違法的 這些人壓力很大的不可能 因為現在你去用FIRE之後要去找頭 我剛剛講說這是全面性的景氣的大蕭條 可能是一個非常大的經濟上的一個考驗來了 所以其實大家也不敢辭職不敢離職 所以在這種狀況裡面 部長你想好了沒 報告委員 有關於貼近基本工資這一塊的勞工 那我們目前已經在規劃 就是可以讓他有這個到上工的一個機會 到各公部門有這個上工的機會 那我們用實心的方式來補助他的薪資 意思是說移工代證嗎 對類似 因為我們來講就業安定措施講的是薪資補貼 那其實如果說四萬五千八那個急劇的勞工來講 他是不用去工作他就直接得到薪資補貼 可是你現在提出來的方案是說 你來我這裡上班我給你薪水 那個你叫弱勢勞工還要去上班才能再得到薪水 不是這個報告委員 因為這樣子的話讓他其實有工作 我是說這兩種勞工得到的權益應該都一樣的 你上面是無條件就直接補差額 你叫下面的人你說以公代證 對因為報告委員 因為每個計畫他當然有 報告委員我看你回去再想一下 你看這樣有說白嗎你不要回答 你回去再想一下 這個議題我已經質詢你第三次了 我們目前在規劃當中 我是跟您說明這個方向 但是我跟你講這個方向喔 你看這兩種你就知道 第一種是這個就是薪資補貼 老實說這個就是對於短期的失業的救助 某種程度是這種屬性 薪資補貼三個月 那你這樣下面的人得不到薪資補貼 你應該說你替老闆把兩萬三千把 給他補起來 因為他如果一星期休息兩天就不夠 你叫這個老闆說要付兩萬三 老闆就說我自己就要倒了 我餐飲業就要倒了 我旅館業就要倒了 我旅館業就要倒了 我路行車就要倒了 還付了你兩萬三 你如果老闆說這短差的薪資我來承擔 我補起來補給你 或許這樣子還算就是也是一種薪資補貼 老闆就願意通報 我們才看得到真正的受到衝擊的 這個有多少的人 你現在沒有去補這個 你叫他來做工我付他薪水 也算一種補貼 上頭的怎麼不用做工就可以領薪水 我們就要去做工才可以領薪水 所以你回去再想一下 部長你回去再想一下 你盡量點出來看 對大不合理 還是說做了不夠 我拜託部長 請他回去再想一下 謝謝委員 我們都會再想一下 下一個我是不是就交通部 TNCAP的計畫和規劃 來就教育院長 他在2017年10月30號 賴院長在的時候 我請求他說給台灣所有的用車人 一個安全的測試 這個安全的車輛 所以他承諾我們要建置屬於台灣的NCAP 台灣自己的NCAP 那在這種狀況裡面呢 我們看到其實交通部 在隔一年就馬上報了一個計畫 那個計畫的騎乘和經費 後來都修正過 我們騎乘多了一年 那經費還到了6億多 Anyway就是說 他到109年就是今年 他本來計畫說 要第一次的NCAP平等結果 要公佈三個車型 那明年他還要再做 做成八個車型 我們看下一頁 那他原本的規劃是 109年啊 要有被動安全測試的建置要完成 然後再公佈那三個車型 右邊那個黃色的 那到明年呢 就要執行八個這個車型的這個評價 所以在這個狀況裡面啊 主動安全的測試 被動安全的測試 理論上都要跟今年設備的測試 這個設備 測試設備應該都要完成 那本來是說 今年要有三個車型的平等 要跟我們公佈 請問部長 院長 這種的東西齁 再不做的話 台灣國產車就倒了 因為大家旁邊這個計畫差不多 外國是有測試的有安全的 然後呢又經過外國 無論是EURNCAP 或者是這個美國的IHS 或者是東南亞都有NCAP的測試 那台灣這個測試出來 才能恢復國內這個國產車的市場的信心 這不是僅僅僅僅僅僅務 其實這樣才能得到相關的信任 連這個車的市場 才能重新國產車的市場 才能活絡起來 不要忘了 國產車市場就業人口這麼的多 如果不要讓國產車的市場萎縮 和國產車再從台灣的就業人口 這樣下去大量的衝擊 這個NCAP是一個好的制度啊 是可以幫助整個市場的成長 這樣部長到底 今年有辦法測試三個車型 馬尼測試備的車型 2021之前主動被動安全的設備 測試設備都能夠建置完成 如期這個上路嗎 跟委員說明 感謝委員持續的督促才有這個計畫 也通過 但是在執行上 包括採購相當的複雜 我們當然也跟包括車輛中心 都完成相關的計畫 目前稍有延遲 但我們會加速來推動 那你們什麼時候主動被動的安全 測試設備可以建置完成 包括採購跟這些代辦的事項 現在還在辦理當中 我們執行的進度當然不如理想 目前大概接近一億元 那後續我回家 現在就到哪裡 目前 以去年度的預算是編兩億 大概執行一半 他以前整個四年計畫 他是要 他核定了六億多 那有沒有經費不足的問題 這是在救國產車的市場 救市 這是另外一種救市 沒有啦 你告訴我 什麼時候可以公佈測試的平等結果 首批 不管你是兩輛三輛 四輛五輛 六輛七輛八輛 這個離當初的計畫 已經延宕很久 部長要有信心 說當時 你一定要要求 測測中心 這些人一定要做得好 限期要做得好 不然再拆下去就沒意思了 我們是簽約後大概一年半 那現在在辦理中 我們會加速來完成 那這個再一年你們可以完成嗎 我是來要求啦 那我也要進一步了解 到底遇到的困難 那我們全力來排除 好 這樣部長你再回去 再把進度再吹一下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還是會很在乎這個 受到警器的衝擊以外 國產車市場本心的一滴萎 一滴萎 這個失業人口的衝擊也不小 真的是不小 所以我們不希望說 這個東西 政府可以做的 我們一直拆下去 好 來 要再繼續問 部長跟醫長 五谷的這個輕軌捷運 在第六次的可行性評估 那就是說 我們成州提防那兩個車站 F06 F07 他已經修正 新北市政府做了修正 然後本來剛才泰山的控制 他在第七次的可行性評估的修正裡面 市政府又有提出改善計畫了 總共來說 他第七次的可行性評估 可以上來交通報 部長可以盡快安排審查 如果需要修正的地方 趕快請新北市政府修正 如果修正的差不多了 我們希望趕快核定 念一個探水百里 百里的有輕軌捷運 五個泰山 銜接到盧州來的這個五股輕軌捷運 一定給我們一個可行性評估的這個核定 應該沒很困難 可行性評估而已 對不對 政府如果有信心 他們覺得他們財政有能力 他們覺得他們技術 相當的財務評估都OK了 那我們也應該站在鼓勵的角度 盡速給他核定 這樣子好不好 院長 這個委員 這是不是泰山那邊有不一樣的意見 對 已經受正 所以泰山的控制已經停了 他包括說 在這個機場的位置移到中港大牌附近 然後才驅亂徵收 整體開發 泰山本來控制的就說 那是一般徵收 當然也不同意 然後呢 他在這個泰林路 封疆路那裡才高架設計 他本來都是平面設計 這都修正好了 所以地方應該都沒辦法的聲音 所以他又上立了 上立了 說地方就要可行性評估 可行性評估之後 還有很多路要走 但是不必要我們中央 把人拖這麼久 已經對103年拖到現在 兩百里都清過了 一個泰山五國沒有清過 這個不能過 這也說不過去 頭正拖就是因為地方有意見 你說現在地方有意見都好 對 還已經有收到 對 這樣可以嗎 感謝委員 因為委員的不斷督促 我們也跟你報告過 當然這個部分因為機場的位置 還有相關的這些 可能涉及到都市計畫的變更 其實那個也還要在地方政府努力 那去溝通協調排出困難 可行性評估說他的用地的取得 三個三個驅亂徵收 那人家地方政府要去做 做不做的城市地方政府自己會扛摺 我們沒必要在這裡 就可行性評估一直一樣動 一直沒有通過 所以拜託就是說 也給五谷泰山的這個輕軌捷運 在可行性評估 如果沒有重大的瑕疵 或重大的安全的問題之下 是不是能夠盡速的審查 是 然後盡速的通過 我們會盡速也會來協助 好謝謝部長 這樣 這樣再跟你問這個議長 沒有請 部長請回 我講這個就是說 五谷有一個高額電塔的地下法工程 這個高額電塔那條路線 剛才跟我們現在環狀捷運線 合定的路線幾乎是重疊 所以在這種狀況裡面 我們希望這個可以把環狀捷運線裡面 納入這個電纜線的共同管道裡面 但是發現說其實都得不到支持 地方政府也不太有意願 那我們是希望說 可不可以內政部 就這個共同管道的主管機關 大家盡量 大家共同管道要發電 依照共同管道的那個管理辦法 所以我們是希望 好謝謝 接著請 我們會好好給大家看 我們會選擇 就是我們會選擇